21 東方日報是屠殺十葉派1,700人血症曝光 2015年7月13日國際A26 本部綜合報導 回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是去年攻入伊拉克重鎮提克裡特大開薩街 多達1,700名十葉派士兵慘遭毒手 是上週六發布片段 將一幕幕大屠殺慘放呈現世人眼前 場面的維蟹人 另有澳洲籍伊斯蘭子日前恐嚇會繼續向英國施襲 埃爾米表示伊斯蘭不會停止襲擊英國 互聯網圖片《澳籍分子恐嚇襲經》在長達22分鐘的影片中 可見伊斯蘭會通宵突彈以工業式的批量規模處決戰夫 用泥頭車將骷顱倒入坑洞中逐一槍決 由於屍體數量龐大 伊斯甚至要出動滑泥車搬試 巴格達法院上週將24名參與大屠殺的人民調 伊斯因而發布該段影片示威 一名領袖更在片中警告 要向全世界及十葉派士兵宣示 我們來了 英國每日郵報日前派臥底 聯絡現時身處雜QA的十八歲澳洲籍伊斯蘭武裝分子 開爾米 他表示伊斯蘭不會停止襲擊英國 直到其次在白金漢江升起 更算稱隱伏英國的成員已急不及待要施雜 特尼斯當局相信伊斯準備在今日 職齋戒月第27日 又稱為命運之日的晚上展開孔集 不少極端分子認定天堂之門會在今日打開 參與聖戰的人將可以進入天堂